中华文化的代表 也被皇帝认为是权威的象征 因此只要是和皇家有关的事物 都会有龙的形象 或是雕刻或是绘画 或是雕塑 包罗万象 形成了系统的文化理念 由于龙本身就是传说的产物 所以对于龙的理解 也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有的画家为了更好的龙的形象 也是花费毕生的精力 用来呈现龙精彩的一面 有的画家因此而享誉历史 陈龙是南宋的一位著名画家 而他最擅长的就是画龙 他所画出来的龙看起来栩栩如生 充满着灵动性 远远看去就像真的一样 而且幸运的是 他的画作大都完整的保留下来 其中有一幅叫做《六龙图》 花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在构图方面通过云雾缭绕的背景 显示出龙的勃勃生机和气势 龙的形象也越染指上 恋人生味 这幅画在历史上也是被辗转收藏 强龙皇帝还曾经对其收藏 由于非常喜欢 直接在画上提着自己的名号 在最近几年 他还出现在了拍卖市场 拍卖价达到了三亿元 可谓天价 只是很遗憾 这幅画后来被艺人免费送给了 日本藤田美术馆 并被收藏在其中 不管他的命运如何 这幅画可以说是 画龙的作品中的经典 可以说他也